喀布被黑胡子五花大访人进老房后 谁来蜂巢导演就他的概率更大一些呢 首先是努力超越普通人200倍的英雄好徒儿克比 克比作为喀布最得意的弟子 他离开蜂巢导回到海军后的第一时间当中 理应思考着如何搬救兵去营救自己的师傅 然而实际剧情中喀布平安回到海军7S综合医院后 他也根据没有再提及过关于喀布的任何事情 反而一个劲地想着要阻止路飞实现梦想 因此克比搬救兵营救喀布的机率是非常渺茫的 毕竟他现如今的目标是对表鲁飞快速提升实力 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努力实力和鲁飞平起平坐 因此克比大概率不会浪费时间再次来营救喀布 紧接着是喀布的副官伯加特 很多人都说这个伯加特的实力深不可测 他一定会一刀劈开蜂巢岛前来营救喀布 然而实际上喀布来蜂巢岛的时候也带上了他 他本人连一刀劈开了阵王手掌的实力都没有 实力方面甚至连英雄好徒而克比都比不过 因此这样一个混子就更加不可能来营救喀布了 紧接着是和喀布关系非常要好的战国 如果战国的性格和喀布差不多的话 那么他一定是会来营救喀布的 但战国的性格明显和喀布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做事谨慎办事靠谱很明显要比喀布成熟得多 因此营救喀布的话他必定会慎重考虑 考虑到现如今海军方面的战力比较稀缺 且战国还是一个唯命是从的海军人员 故而他是不会犯罪一个人跑来风潮倒的 因此战国前来营救喀布的机率也是非常渺茫的 接下来是喀布的儿子蒙奇地龙 因为被抓成为俘虏的人是他的父亲 故而很多人都认为蒙奇地龙一定会出手 然而根据英雄好罗尔对待他人被抓的态度来看 他来营救喀布的机率也是非常渺茫的 因为这家伙有剧经典名言叫做 把命运交给疯罢我的朋友 因此即使被抓的人是他的父亲 故而蒙奇地龙也有可能会选择把命运交给疯来处理 当然比起其他人接近为零的概率 蒙奇地龙还是有益成概率前来营救喀布的 因为当年他儿子被斯摩哥给抓住的时候 他立马封速来到了战场让斯摩哥放跑了自己的儿子 因此作为信任的喀布可能也会获得这种待遇 但这也不能保证蒙奇地龙百分百会来风潮倒 因为当年蒙奇地龙镇的斯摩哥很明显是一个低端局 蒙奇地龙作为一个只在低端局出手的选手 但有极大概率是不会在风潮倒这种高端局出现的 总之蒙奇地龙若不来风潮倒救他的父亲的话 那么他除了刘汉王之外不会获得其他的称号 但若他来风潮倒营救他父亲的话 那么等待他的可能就不止刘汉王这个称号了 毕竟伙伴被抓的时候他只会刘汉 但是儿子父亲被抓他就立马不刘汉王 最后是喀布的孙子也是身为主人公的陆飞 正常情况下陆飞百分百是会前来营救喀布的 但现如今也不能完全保证 陆飞来营救喀布的概率是百分之一百 因为他本人也有一句经典名言 那就是某某人有他自己的冒险 这句话直接把陆飞来营救喀布的机率削减了五成 因此陆飞来救喀布的概率一半一半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根本没人来救喀布 黑胡子一手教人世界政府一手教合法公文书 最终黑胡子利用喀布换取到了风潮倒的合法统治 而后喀布也被平安无事送回了海军总部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